不是让你在咖啡厅等我吗 你怎么还上来了 可能 可能是我等午级 想早点见的 我就发现一家新餐厅 网平真的不错 要不要去试试菜 可以啊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就是 来 我去 喂 小姨 那个 我中午有点事 不能和你吃饭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我没去 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电话里说行吗 我现在方便 没什么事 见面再说吧 行 怎么了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大姐 叶锦分手的事 你早就知道了吧 她跟娜娜合作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我是知道 姐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要说也是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你跟老二都知道 但是都不告诉我 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姐 我心里 眼里都是你 但是呢 这是孩子们的事 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 你可不可以 不要管这么宽呀 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要责怪你 我是想呢 你人脉广 认识得优秀男孩子多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给依锦介绍介绍啊 相亲吗 你觉得依锦她的性格 会接受相亲吗 而且姐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您说她分手才多久啊 是个人 你得让她缓缓再说 是不是 她一天不找对象 我就一天睡不着觉我 但是确实这个 相亲这个忙 我是帮不上 我也不 那我找别人 又要忙工作 还要烦心家里的事 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忍了 人生在世 不就是个人人情羁绊吗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 平时联系也不多 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 我倒觉得 人这辈子走到最后 其实只有自己 我记得很早以前 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说人呢 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走的时候呢 也是孤独地走 但是这个过程中 家人不还是家人吗 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 哎 对了 你刚刚说那个合同 对对对 那个合同 有什么地方要改来着 啊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找个理由 想跟你吃顿饭 身为你的男朋友 觉得 能和你吃顿饭 实在是太难了 也不太难呀 正好饭点 你找一个 特别贵的地方 我来买单 让我打探一下 燕子哥的消息 是不是回国了 好的 被我抓住了吧 你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逛街 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 就给你带了杯咖啡 不用那么麻烦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 对不起啊 我这就走 别别别 回来 别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怎么 不想我来啊 热烈欢迎 既然买了咖啡呢 我能买花蛋糕吃吗 还是你想吃 冰冰 你当我是球球呢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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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 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 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 她也出轨了 什么叫演呀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巨师也非常亲密 你 俩是双双出轨啊 还是说 小姨她 她们俩是 主持人 嗯 你应该太废了 不可能不可能 小姨小姨父亲 感情不生意是挺好嘛 觉得不会出轨呀 哎呀 但也不好说 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 她们俩大成一致 也不碍着别人的事 那不 就 也还行吗 行啊 换成你女行啊 那真有意思 那我问你 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 她让你找一男的去 然后她跟一女就好 你能不能 当然不行了 那你不就是双标吗 不是 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 咱们是说小姨的事 那是不是得债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你怎么会是逻辑一点不清楚 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 我跟你说话呢 我想那儿放个 那我放个 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 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 我邀请一下 顺便去看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姐姐 我恩恩好了 姐姐她恩恩好了 你怎么不去啊 长姐入伍 姐姐 你们怎么还不来啊 你怎么还不来 姐姐叫你呢 来了 萧萧 好了 你好 你怎么还不来呢 我找到个小姨 黎杰 黎杰 开门去 你等我去 球就在我身上呢 快去 是小盈啊 肯定是小盈啊 小盈 你终于来了 有家球运花给我用手 小盈 你们终于体会到 我平时的艰辛了吧 来 给你靠着靠 谢谢小盈 靠得住吗 靠得住 累死了 你看她把我俩扣过了 太累了 娜娜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 真的 我哪样不好看 看见见你俩是和好的呀 谁跟她和 幼稚 小盈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吵架了 你说呢 你问她 你瞪什么呀 我跟我妈没有秘密 走吧 就你话多 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她说 让我带你去相亲 还让我能介绍对象 小盈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没有答应她对吧 那必须得呀 而且我跟她说 我说你不懂 女孩在这个阶段呢 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 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非常成全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 你跟周道 想以后 重新开始呢 还是彻底翻篇了呢 她嘞 分分合合 没个准 行了 球 回家吧好不好 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弄的 都跟动画片似的 行了 我走了 小姨 嗯 小姨呢 她还在学校呢 没事 在家等我们 来 走了啊 拜拜 小姨 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 嗯 她自己穿鞋行不行 嗯 好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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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球 小姨 小姨 你快出来啊 撕了吧 说话也听不清你来的 嘟嘟嘟嘞嘞 说什么呢 走 不要给你动手 太累了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 你去